童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充满快乐和童真的,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,你们童年有哪些难以忘怀的经典瞬间呢?现在有小编带大家看看看娱乐圈新近大帅哥艺人王安宇的童年吧。 王安宇想必大家并不陌生,他是最近娱乐圈在捧的新人,不得不说他的颜值在这一批新生代理名列前茅,立体的五官,上扬的弧度透露着男孩阳光中带着一点皮死,简直就像冬天的阳光照耀在人心里,实在太帅了,而且辨识度很高。 王安宇想必大家并不陌生,他是最近娱乐圈在捧的新人,不得不说他的颜值在这一批新生代理名列前茅,立体的五官,微笑给人一种阳光感,却又感觉阳光中带着一点脾气,好比冬天的阳光照耀在人心里,实在太帅了,而且辨识度很高,跟匹帅界的黄宗泽风格很像,但又比他多了些阳光和青春感。 他去年凭借参演热播电视剧《二十不惑》里的基建运动员段振宇一角吸粉无数,当时剧中的光头形象还被称为了板寸头帅哥。 近日,王安宇和荣祖儿合作的电视剧《陪你竹风飞翔》在芒果台热播,王安宇在剧中饰演的小作男邵北生让人又爱又恨,不得不说男孩变作惊起来就没有女孩什么事了,虽然角色设定成这样,但是王安宇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,许多观众被王安宇的生王子形象所吸引。 点,随着电视剧的热播,王安宇的名气越来越大。 所谓人红是非多,近日有网友爆出王安宇早期上学时的视频,不得不说那时的王安宇和现在差别不多,但是却稚嫩许多。 视频中的王安宇拿着麦克风穿着校服站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唱歌,那时的他不仅大幅度地摇摆,嘴里还唱着沙马特,当看见有同学拍照时,立刻大声制止,场面爆笑十足,给人一种压抑不住的快乐。 不得不说王安宇真的有座喜剧人的天赋,看着以前如此风格迥异的王安宇,许多网友都不禁感慨,谁还没有沙马特的童年。 王安宇早期唱歌视频曝光,风格迥异爆笑十足,网友,谁还没有沙马特童年? 你们有沙马特的童年吗? 如果有就在文章下方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童年生活吧。 小编也在此祝福王安宇前途伺紧。